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Melody 早晨 有意思 你好 我是Johnson 林真淺 早晨 你好 我是Vivian 溫文欣 今天Melody 一週all in 當然要關注這個星期的國家大事 首先要討論關於國會裏面發生的事項 我們有請時政專欄作者 孔維祥 孔維祥早安 孔維祥早安 所有聽眾早安好 好 我們看一下這一期的國會 重點就放在我們的國家元首Soudan Ibrahim 在第十五屆國會第三期第一次的會議 發表他的施政遇詞 陛下就要求各方接受事實 並且尊重已成立的團結政府 而且陛下也絕不會應酬任何企圖 推翻政府的行為 他也說如果想要換政府的話 就需要等到下一屆的大選 對於這個元首發表的不接受政變 是不是會替安華呢 去穩定這個政局呢 孔維祥 首先表面上當然是如此啦 因為元首擺明立場 我不會entertain 我不會接受任何換政府的這種行為 他也闡明如果真的 政府失去多數支持 那就交回給人民來決定吧 所以不會有新的政府組成 那一定程度上肯定會打擊 這些蠢蠢欲動的政變人士 但是實際上你說 他有讓首相聯合政府 安華的政府穩定 其實也有一點言過其實的地方啦 為什麼這樣子說 因為聯合政府其實一直以來都是穩定的 他掌握舒適多數 甚至一直堅稱自己有高達三分之二的國會議員支持 這是2008年政治海嘯以來第一次有一個執政黨掌握三分之二多數議員支持 而且現在是遠遠超過的 因為土團有六位議員已經宣布支持聯合政府了嘛 所以本來就沒有這個動搖的疑慮 其實政府動搖這些政變人士已經要成功了 更多時候是聯合政府自己所放出來的消息啊 去年12月尾迪拜行動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嗎 傳的沸沸揚揚說已經有足夠的議員 在迪拜進見了元首政府要撤換了 這一個消息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當時會傳的這麼深這麼遠這麼廣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網軍組織JKOM JKOM的副總監出來斬釘斜鐵的說迪拜行動是事實 後來根本就是一件持續物有的事情 反對黨的領袖也沒有去到迪拜 元首也沒有去到迪拜 所以根本就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基礎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實政府本身也在想要宣揚 他們自己其實是不穩固的 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 因為你有一個藉口有一個理由可以把自己做不好的事情 歸咎於別人要撤換政府 所以我們要付出精力去穩定政府 我們就不能做改革 其實這是一個藉口來的 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稻草人妙物 政府自己做了一個稻草人 然後把責任推給這個稻草人 我覺得這一點是不應當的 所以我們必須認清一個現實 聯合政府是穩定的 雖然在野黨一直想要推翻政府 但是政府的優勢實在是太大的 而且沙巴沙勞越對政府的支持是非常非常穩固的 現階段也沒有任何理由要推翻聯合政府 除非到了沙巴州的選舉 或者沙勞越的選舉 當利益出現衝突 他們才會有想要離開政府的念頭 現在他們在政府裡面獲得巨大的權利 巨大的利益 而且聯合政府也處處讓利給東馬 所以根本就沒有理由要推翻聯合政府 所以聯合政府是穩定的 大家要明白這一點 那其實在這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新聞說 像反對黨的領袖慕尤丁 他也說就是如果要穩定這個政府的話 就是要等到下一屆的大選才說 能不能夠換政府等等的 他說這一個是元首的角度去看事情 如果說以憲法來看的話 其實在這段期間是還是可以去更換的 這個說法是正確的嗎 其實從憲法來看 元首是沒有辦法拒絕政府的撤換的 根據憲法 你要做首相要組織政府 必須獲得大多數國會議員的支持 所以如果首相安華 他並沒有獲得大多數國會議員的支持 那毫無疑問 他必須下台 那下台之後其實有兩種情況會發生 第一是我下台了 我就解散國會 交回給人民選出新一屆的政府 那如果首相選擇解散國會 那決定權就在元首的身上 元首要決定我要不要同意你解散國會 還是拒絕 我可以選擇 另一位掌握大多數國會議員支持的 國會議員 或者是在野黨領袖來組成政府 如果首相本身只是辭職 沒有提出解散國會 那元首就必須選出新的領導人 來組織政府 新的首相 所以元首擺明這個態度 其實是給我們首相安華一個欣賞 告訴你 如果你失去多數支持 那你直接解散 我不想要看到換政府 這是元首這一番話 所透露出最主要的含義 其實他不能夠阻止 首相安華 失去多數議員的支持 如果他真的失去多數議員的支持 同樣的事情在沙巴州 2020年的時候有發生 當時的州元首頓竹嘟 他是比較傾向於元任 沙巴首長 明星黨的沙比伊 當時穆沙阿曼發動了政變 他想要去禁見元首 結果元首不要見他 那他的應對方案是什麼 他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讓30多位州議員 一致排開 來展示給大家看 沙比伊 已經失去多數議員的支持 所以最終 沙比伊還是必須要解散 這一個議會 然後還政於民 交由人民來重選 所以根據憲法 根據我國的理智來看 其實你是無法拒絕的 所以元首本身他也有產品 如果你真的失去多數議員支持 就交回給人民 決定不要直接換政府 所以最主要還是這一點 好的 待會回來我們看一下另外一個國會的焦點 就是國會剛開始 我們就看到反對黨離奇抗議的消息 而且也有議員被禁阻的事項 待會我們再繼續請教洪律師 屬著Melody 早安 你好 我是Divian 文文欣 早安 你好 我是Jason 林真奇 跟著我們的Melody 一周All-In 我們現在應有時間 鑽南作者 洪維祥律師 洪律師早安 兩位DJ早安 所有聽眾早上好 我們繼續來關注 因為我們的國會下議院的這個會議 最近才剛剛復會 其實我們看到其中一天 就是原本應該是這個成信黨 是阿南的這個阿茲里去繼續辯論的 可是阿茲里就突然間 援引這個議會常規的其中一個動議 就讓首相去發表感謝國家元首施政的遇詞 那反對黨就非常的不滿 就質疑這個首相安華得到特權 所以就集體的離席抗議 那我們首先來先關注一下 其實在國會上面先讓首相去發表 這個感謝國家元首的施政遇詞 這個舉動是不是合服這個規則的呢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環節的出現呢 其實一般上根據議會常規 根據我們的議會傳統 首相都是第一位辯論 第一位感謝元首遇詞的人在國會裡面 所以首相本身是具有這一個發言成立 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 那為什麼反對黨會特別揪出這件事 甚至把他鬧得沸沸揚揚抗議 然後不參與會議 這樣子激烈的手段來抗爭 因為他們認為議長你有偏頗 你為了讓首相發言 你違反了我們的議會常規 為什麼這樣子說 因為首相安華其實早上的時候 在一開始辯論這個元首遇詞的時候 他並沒有在國會裡面 所以他沒有辦法發言 所以就交由給其他國會議員 去進行感謝去進行辯論了 首相安華當時是在議會外 有其他官方的活動 有其他議事要進行 所以沒有參與到國會的辯論之中 那他下午回來的時候 議長就通過了Azalina 法律部長所提出的這個東西 讓安華來不發言 在我們看來這是很正常的情況 但是反對黨從他們的角度是說 時間已經過了 而且我們還有這麼多天的時間可以辯論 你可以放到最後 放在其他時間才來進行辯論 不需要違反議會常規 違反議會傳統的情況 來讓首相來進行發言 那議長不同意這樣子的看法 議長認為這只是一個很小的事情 而且首相本來就有這一個發言的權利 所以不需要把這件事情鬧得這麼大 所以反對黨在國會也沒有掌握多數的支持 那議長也不同意他們 那他們唯一可以做的抗争手段 就是表達自己的不滿 不出議會 所以從這個事情之上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兩點 第一點反對黨 他們因為沒有多數支持 然後他們也無法去撼動 像我們剛才所說 政府其實是很穩固的 所以只能在這些小事之上去挑事情 這是第一點 但第二點 我們也必須要執政的一方政府 包括議長 因為議長他本身是公正黨籍的吧 然後之前也是有代表公正黨來出來競選 有當過國會議員 議長本身要中立 不要把這種小事來鬧打 其實如果你有看整個國會的辯論 你可以看到當時是非常情緒化的 包括議長都很明顯很生氣 把這個事情變成了一個personal的事情 就是你們來侵犯我的權威 所以議長當時也在混亂之中 就禁足了其中一位國會議員 四天的時間 所以這個小事變成大事 除了反對黨的無理取鬧之外 另一方面也包括議長本身 並沒有很專業的在主持這個會議 所以這兩點是大家必須要知道的 希望我們的國會議員可以更有建設一點吧 來遵循我們最高元首的議令 專業的問政 也希望我們聯合政府執政的一方 不要運用這種多數或者是在議會裡面的優勢 或者是議長比較傾向自己的這些優勢 來打壓反對黨 這一個健康和平有建設性的議會空間 必須由雙方携手來合作 不要有多數人的暴政 也不要有少數人在那邊無理取鬧 這是我們想要看到也是元首接遇的預令 在這一起事件上 現在政府就被反對黨 就被批評說是爛權 不知道洪律師怎麼看呢 還有什麼值得分析 還有這件事的亮點是什麼呢 稍後來我們再聊首者Melody 早安你好我是Jason林振前 早安你好我是Vivian文維恩 繼續聊今天的Melody一週all-in 由國會裡面所發生的一些事項 我們繼續有時經營作者洪偉翔律師 洪律師早安 兩位DJ早安 誰有聽眾早上好 那像針對像這樣子的一個事件呢 反對黨現在就說這個舉動是濫權的 而且他們的反對黨也是感覺上 一言不合 那我就離席 我就說我就不要出席這個國會 就離場了 而且是集體的離場 那對於這個線上你是怎麼看呢 首先肯定聯合政府執政的一方 他本身也沒有追尋傳統 所以你也給對方抓了小編子 讓他們來上綱上線 但這其實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其實如果議長不要那麼情緒化 讓雙方來討論來辯論了之後 然後才做出一個心平契合的裁決 不要把個人的情緒化的因素放在裡面 其實這件事情就不會鬧得這麼大 確實首相安華發言來感謝元首的律師 也並非是一定要在插隊來進行這樣子 所以也不要染用多數人的優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維元有提到 這樣子一言不合就離開議會廳 就進行抗議 這一點是不是很平常的事情 其實之前在國政做政府的時候 當時的反對黨比如公正黨比如行動黨 他們也不時會運用這種抗議的行為 因為在國會裡面其實是用人數來說話的 你要推翻政府的動議 要推翻政府的法案 你必須要掌握多數的支持 而很明顯你作為反對黨就是你沒有多數的支持 所以在議會裡其實你是無力的 很多時候都是用聲浪來通過這些動議 來通過這些議案 它背後的原因就是我根本不用算票 因為你根本就是不足夠人 如果你夠人你就是政府了 所以反對黨他們在西敏市議會制度之下 要去抗衡執政黨通常有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這種離席抗議來羞辱執政黨 意思就是你們做得太過分了 我雖然在人數上贏不了你 但是我可以不跟你趁合到其中 我不同流合武 所以我背歌議會 我離開議會 這個是任何西敏市議會的在野黨都會有去做 包括之前的行動黨公正黨也有這樣子做 所以其實這不是一件很突然發生 或第一次發生的事情 除了這一個離席抗議之外 還有另一種抗議手段叫拉布抗議 所謂的拉布抗議 並不是說真的拉一個布條刀 國會是它裡面所指的 其實是農場辯論 就是你辯論的時候 故意花費好幾個小時來辯論 當然你的發言要有理據 然後不然你也講不了好幾個小時 然後讓別人不能打斷你 運用這個方式來拖延整個立法程序 讓執政黨所要通過的議案 所要提起的動議 不能夠及時被通過 所以這也是一種抗議的手段 這些都是在西敏市議會制度裡面 經常可以看到的 所以反對黨可以運用這些方式 但是你如果在這種小事之上 你也離開 你也用這樣強硬的手段 這麼激烈的回應 其實也有弄僑反拙的情況 讓人覺得你其實就是為了撬班而已 所以是這一件事情之上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兩方都有不妥當的支出 希望兩方都可以進行改變 好的 那稍後我們繼續看一看 剛才洪律師也有提到 就在這一次的國會當中 我們的議長也有想要禁阻 某一些國會議員的 那其實這個禁阻的方式 足不足以去阻嚇一些可能國會議員 他們在這個國會上面 就是亂說話等等的呢 稍後我們繼續來看看這個現象 首者Melody Melody 早上有意思 你好 我是Vivian 摩密恩 早上你好 我是Johnson 林真晴 我們今天跟Melody一早 我們在新生的議員 有時間 軍黨造載 洪偉翔律師 洪律師你好 兩位DJ你好 所有聽眾早上好 好 我們繼續來關注最近 重新復會的這個國會會議 那我們看到呢 其實在那個反對黨他們不滿 然後離席的一片的混亂當中的時候 議長也有就是突然間很憤怒的表示 請你撤回那句話 好 笨蛋 禁足四天等等的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是有一片混亂 然後當然我們的這個元首 在發表他的施政遇辭的時候 也有說到如果說真的是有需要的話 國會議員是可以被禁足 進入國會長達十四天的 那在這一次的這個 剛剛又復會的禁足的事件 你又怎麼看 其實禁足的這個方式 真的有足夠的阻和的作用嗎 好的 我們現在談這個禁足令 像Johnson所說的 禁足令有沒有阻和的功用 其實對一些施衛素餐的議員 他們在國會裡面 其實我們的國會議員 很多都是不專業的 你看他們的問政 曾經有報章 或者是評論人 曾經說過好像一群猴子 在國會裡面在爭吵一樣 這個就是馬來西亞很現實的情況 進到國會裡面 像建成所說都是很混亂的 然後都是互相叫囂 互相辱罵 根本都聽不清你要帶出什麼東西 這個是我們國會議員 需要提升他數字的其中一個關鍵地方 如果你沒有修改 那我們國會一直都會如此 那禁足對於這些施衛素餐的 國會議員而言 其實一點意義都沒有 他們反而可以在議會之外逍遙 然後開記者會去抨擊政府 你來進行霸權 所以這些處罰 其實是對真正有心要做事的人 才會有用 對於這些本來就是來惹事的 國會議員是一點意義都沒有的 所以其實議長他還有一個 更大的權利 除了禁足之外 他還可以扣薪 就是先凍結你國會議員的資格 然後來進行扣薪 但是這個權利 當然也要很小心的使用 因為你等於是剝奪了 這個國會議員 背後所代表的這個數萬名選民 甚至是數十萬名選民 所投給他的議員 所以禁足令本身 其實他就只是一個 讓爭端制止的手段 真正可以處罰到這一位國會議員 其實還要更強力的手段 比如扣薪 凍結國會議員資格等等 所以在這一點之上 像我剛才所說 禁足令其實就是把當事人 就是發起問題的人 你一直吵你一直吵 我議長叫你坐下來 叫你安靜 你也不要理我 那我就只有請你出去 你不要出去 我就叫國會的這個保安人員 來把你嫁出去 所以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而已 以前也有非常爭議性的 比如行動黨的巨人卡巴欣 他就曾經在國會很專業的在辯論 沒有人可以辯認他 因為他本身也是 口才非常好的一位律師 但沒有人可以辯認他 那議長勒令他停 像我們剛才所說 就是這種拉布抗議 他還繼續陸藏的辯論 最後也是同樣被禁足 而當時他是跟前來 架走他的保安人員 甚至有一些衝突的 所以這一個 不管是禁足還是扣薪也好 你必須要有很強的理據 才可以行使 不要形成一個多數人的包折 所以最終還是要回到 首先國會議員 你本身要有這種專業 你是去問政的 而不是吵架的 國會是一個神聖的殿堂 就像我們最高元首陛下所說的 第二點 維持秩序的人 一定要保持中立 這也是一個專業國會 所必須要有的 其實你在英國 如果你被選上議長 你必須是超越政治的 如果你本來是一個政黨的議員 你被選上議長之後 其實你是要持續 你該政黨會員資格 以顯示你的總立 我是完全公平的在主持會議 不會因為我是某個政黨 或者是我是執政黨的成員 我就會偏向於他們 但馬來西亞 沒有這樣子的傳統 不管誰來當政府 包括之前的慕尤丁時代 議長都可以看出很明顯的偏頗 也正因為是有這種偏頗存在 會讓國會議員 他們更aggressive一點 更極端一點 反正你都不會公平的來進行裁決 所以我就只有用這種抗爭的手段 所以聯合政府其實本身一個巨大的改革 到現在都還沒有做到的 就是要讓議會獨立 讓議長獨立 因為議長是我國三權分立 司法行政跟立法 他是立法的第一號人物 所以你要改革立法 你就要先立下這一個基礎 讓議長去獨立 不要重演過去像慕尤丁時代 在當時的議長 就多次拒絕了反對黨的動議 包括這個不信任動議也被打架了 所以這個是雙方必須携手合作 也是我一直所強調的 大家看事情不要站在一邊看 其實馬來西亞的問題就是 你指責我我指責你 到最後問題就這樣子不了兩次 那剛才說到議長其實就應該要公平公正 那最好就是不要有任何的政黨的背景 可是如果說被禁止的事件 還有被扣心的事件 其實扣心曾經有在發生過嗎 有的有的 之前公正黨的國會議員 包括行動黨的國會議員 都曾經有被凍結議員資格 還有被扣心 這樣子的情況發生都有 那是由誰來決定 其實就是議長 議長在議會裡面是最高的裁決人 他是擁有巨大的權力 他的權力甚至大到可以停止時間 大家如果有經常關注國會的新聞 應該有發現 有時國會到了11點59分 議長會下令把時間停止 因為國會的議事期其實是有固定了 你超過了這個議事期 那國會就完結了 你就不可以再繼續審議了 那執政黨有很多議程 有很多法案要推動 時間不夠要怎麼辦 那議長就要動用他的權力 來停止時間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連時間都可以停止 議長的權力是有多麼的大 所以他是最終的裁決人 而且根據我們法庭的判決 議長在議會裡面所做出的決定 不只是凍結 不只是扣心 甚至可以剝奪你議員的資格 比如沙勞月就有行動黨的議員 因為雙重波及 而被沙勞月州議會的議長 剝奪了議員資格 不是法庭選判 是議長選判 這一個決定 其實法庭是不能夠智慧 不能夠去干涉的 所以最終的裁決人就是議長 你如果有任何上訴 也要議長去進行 所以從這裡也側面看出 議長是多麼的重要 他掌握了至高無上的權力 而這個權力是不受他人監督 法庭也不能監督的 所以議長要保持中立 要專業的來主持議會 這一點更是重重之重了 了解了 那我們接下來還會繼續開國會 我相信還是有很多 國會相關的課題 可以繼續得去了解 跟去分析的 那我們到時再聊 今天非常謝謝 吳瑋翔律師的這個時間 還有分析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謝謝你 謝謝吳瑋律師 謝謝 謝謝